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据13 399-406 106-108 元神 5.0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陶侠加全成就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宝箱成就 407多天宝箱407元神5.0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全成就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一条龙全 收集路线 宝箱成就 407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旋墓人这个七天喜像下方这个传送点 然后到了传点之后 往东方向地腿路边往前飞 在我们前方这里有一个大石块啊 在这个大石块的背后有一个正手 所以从左车这一道过去 好,到过来我们青虾罐 新王怪拿到宝箱 不须此行 然后绑住啊 我们钻下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这里贴在右手边 右手边这个墙 贴在墙这里倒过来 好,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前往这里有个狐狸 我们这里附身 好,附身之后这里会出现一只鸡 这里跟着这个鸡 好,这里图中结构一个神筒 并且这个神筒后面有一个石盒 好,捡起之后我们开启这个宝箱 开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 往东方向地腿路边 前往有一条小路 然后小路之后我们抬头啊 空中这里有很多钩子 我们往上勾 好,这里回头再勾 好,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里勾到这个帐篷上面 然后从右侧这里要过去啊 这就是镜头这里有一个石盒 好,然后我们这里回头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在对面这个平台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 然后我们再转向这个 东方向地腿路边 往前勾 不到前往这个扳三腰 那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 来,我们这里开启 好,这里我们对准 这个威力 踢过去 然后往前走 自己注意踢 好,来开启这个传商宝箱 然后宝箱背后这里有一个传送点 开启 开启之后我们先 往西方向对于左边 然后这个木板之后边缘往对面看啊 在对面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大家有需要自己去拿 然后这里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这里低头往下放看啊 开启这个半山腰 在这个半山腰这个平台这里有一个宝箱 我们可以落一拜 然后这里勾一下 好,落到这个平台然后宝箱 然后我们来到刚才开启的这个传送点 好,回到这个传送座啊 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在这里有一条小路 这里走过来 然后往前 再强量这个墙面这里 有一个图案啊 它不是完整的啊 我们靠近这里有一个闪光点 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涂鸦这里六个全部放上去啊 这六个涂鸦都是在那个前面宝箱开启过的啊 没有的话就先你漏了 好 好,全部上完后获得一个成就 好,这边屏障就消失了 好,这里的话我们看向左边跟右边啊 左边这里有一只鸡 现在摸左边了 然后右边这里有一只 右边那只是在那个石的后面 来,这里我们两个一起摸 这里要注入染素 这一个 好,这里 其中一个归位就有解锁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这里 吵着东北方向 地球右上方 滑上最后坡 要往前 然后前面这一个大石块的背后 有一个风车草 这里拿出风系绝扎 这里 吹一下 然后会出现风场 吹上来 往西南方向 地球左下方 在这石柱上面有一个火神通 然后这里有一个圆孔啊 在这个石墙最顶上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圆孔 换下这个仙灵 好,它下去了之后 我们先不要管它 往北方向 地球上方 往前飞 然后这个大石块上 所以是另外一只 逊底法摸跟着这一只 自己跟着它 来,旁边的石头 所以站摸 顺着风的方向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西方向对我左边 开出发了 然后这个小瀑布这里 往上爬 这里某某另外一只 这里全部归了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 华丽的宝箱 来,开启 偶遇尖宝 是源游四方的庙区金 好,开完这个宝墙之后 我们打开一下地图 来到这个龙绝坡 这个左下方 再左下方 这个副本这里 我们传统过去 然后副本之后 我们这里往上爬 里爬上来 好,这个雪在上面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之前是做过一个任务 就是那个地龙 那个种菜的 好,这里我们靠近会 直接出发后续 这个是要第二天 是现实时间的第二天 好,对后完 这个后续就直接完成了 并且给我们一个成就 好,然后我们再转向这个 东方向地图右边 往前 在这里有一条小路 我们设计小路 这里往下面走 好,主要前方这里 有几只小怪 我们来到这个怪的位置 然后在东方向 定有一边 在前方这里有个山洞 我们要进入到前方这个山洞 好,不错了 接力进去 左边站好这里 有一个地龙 我们要做这个地龙 好 这里里面都是岩浆啊 要小心一点 那这个岩浆啊 我们要贴着右侧啊 右侧这个山 绕过去 不要碰到这个岩浆 自己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 在这里有一个正手宝箱 好,清王怪 来,开启这条宝箱 然后东背方向 地图右上方 人快尾 因为你刚才地龙没了 这里还有一只 好,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贴着右侧这个山 自己想办法绕过去 好,这里我们经过这些 好像琥珀一样东西啊 继续往前绕 好,这里拐个脚 拐个脚之后 这里有个虫洞 我们进入这个虫洞 好,穿过来 在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 然后旁边这里也有这种 死柱子啊 这个也是有成就的啊 所以要进去打怪 做我还是打不过啊 到时候我 做个合计 再来做吧 大家也可以现在去做 然后我们往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往这里 地龙无所谓啦 然后我们直接 飞过去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火神童 然后这个神童之后啊 目前我们这一个区域的 这个神童数量 一共是108个 这个5.0更新的 只有108个 然后看一下这个宝箱的数量 目前5.0全部宝箱拿完的话 一共是407个 那我这差了三个 是哪三个呢 首先就是这个地盈看 这个两个我没开啊 因为我们有共分神童 所以会差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407号宝箱啊 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这个 左移庙宇左下方 在这里有个NBC啊 这个NBC 要做四天任务才可以拿到啊 好吧 没有的话 大家就自己标记一下 每天去做一下 好那到这里 我们这个 纳塔区域的宝箱 神童 还有摩拉翔就 全部拿完了 我们现在来到 左移庙宇 左下方这个传说点 拿一个这个 多天的宝箱 我朝着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你附成这个狐狸 然后朝西方向 对方左边 一路往前勾 这里靠近 也可以看到一个NBC 还这里跟他对话 这里要切成这个人形 他跟他对话 好对话话之后啊 这里给矿石 给哪种都可以啊 好这里也是第一条 然后连续做四天 会有一个华丽宝箱 好 好 好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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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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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